Vilinache 俄罗斯人称之为白夜 令人难以置信的明亮的北方种夏夜 让这一片高海拔的地区沐浴在整晚放着珍珠般明亮的夜色当中 俄罗斯的北部城市圣彼得堡便进入了几个礼拜短暂的白夜 充满阳光的夏日实在是令人无限陶醉 白天当地人在室外活动沉浸于高温当中 在明亮的夜晚来临的时候 这里会举行丰富的节日庆典 演出还有狂欢至白日的派对让人们沉醉于此 今天的走吧Let's Go要与您一起Ice Go 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 波罗的海沿岸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它也是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位置最北的一个 白夜又称极昼 是北极圈的独特景观 配合广阔的天际线 为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更加动人的魅力 这是圣彼得堡最具光芒的时刻 也是俄罗斯当地人的生活乐趣 让人无法抗拒 白夜狂欢从5月开始 整座城市的春天渐渐离去 公园布满了鲜花与树木 6月中旬是顶峰时期 当太阳懒洋洋地落下地平线 却从不完全落下 这就是白夜和夏日 你在圣彼得堡最不可能错过的景致和体验 俄罗斯的冰淇淋制作是非常的精致 味道也非常鲜美 奶油的俄罗斯Mirachano 在盛夏是随处可见 从雪糕车里面买了一个Mirachano 沿着微风轻浮的提案漫步 这才是真正品尝到圣彼得堡夏天的味道 俄罗斯的冰淇淋在种夏时期无所不在 你可以在雪糕车上买到 然后在充满微风的河边陆滴上漫步 感受圣彼得堡夏日的真正风情 在几个礼拜短暂的延下中 小碳点开始贩售一种巨大的 汁水饱满的西瓜 你可以在首府的各个角落买到 带一个去绿树成荫的公园坐坐吧 念瓦河念瓦是俄罗斯西北部的一条河流 连接波罗的海 游船上不仅能够欣赏到河边的景色 还能够欣赏到三四百年前 美丽的欧洲建筑 还有浓浓的历史厚重感 远看念瓦河呈现出一种蓝宝石深蓝的颜色 不过近距离看一看呢 它就是黄褐色的 这是在同一个时间地点 同样的光源之下 所拍摄到截然不同的 聂瓦河水面哦 看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故中原因呢至今未解 观看聂瓦河大桥 从中间分开吊起 让船只通行的壮观场面 是白夜最具标志性的传统 你可以在河边的陆滴 或者直接在白夜航船上观看 并划过这个午夜之城的核心地区 仲夏是俄罗斯表演艺术家 享受假期或外出旅行的传统时期 圣彼得宝的舞台 总是在这个季节寂静无声 直到1993年 马尔斯基剧院建立了壮观的白夜星节日 每年的五月底到七月中旬 几乎每天都有歌剧 芭蕾和经典音乐会 在马尔斯基上演 顶尖的俄罗斯和国际巨星都将出席 户外演唱会同样也十分热闹 红凡这个美丽的名字 得出于苏联散文作家 亚历山大格林当中的中篇小说 红凡的一个关于红凡的传奇浪漫爱情故事 这是一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小说 红凡节呢 这是属于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节日 他每年呢都在夏至白昼前的 最后一个周五晚上举行 假日当天 成千上位的中学生是挤满了东宫 还有沿岸街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 赐明亮喧闹的水流 在聂瓦河边涌动 这是白夜狂欢的高潮 红帆活动会在6月22日举办 是俄罗斯最大的年度公共集会活动 超过百万民众参加 在聂瓦河上将会举行仿制的海盗战争 夸张壮观的烟火表演 最后会以一艘血色鲜红的高大翻船外形而告终 这个意象源自一本非常流行的俄罗斯儿童书籍 但是红帆活动已经成为白夜狂欢节最美的象征 或许这正是圣彼得堡夏日最特别的瞬间